大家好 我是峻谷 峻谷现在在扇尾市的海丰县 这里是洪宫洪场就职 这个洪场全世界就只有两个 其中一个是在莫斯科 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扇尾市的海丰县 在洪宫洪场的外围 整条街都是被装饰成红色和黄色 非常有革命圣地的那种氛围 这里还有一个村子 因为现在是过年嘛 整条街也是张灯结彩 这边就是洪宫洪场的正大门 扇尾是一个承载着红色记忆的革命老区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海丰洪宫洪场 这里诞生了我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这是一条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街道 是一条唤醒海丰人民灵魂深处 永恒记忆的街道 它就是红色文化街 它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 这是一座曾经有着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城市 是一座经历新风险雨 百年沧桑仍屹立在东方之上的红尘 它就是被誉为东方红尘的海丰 它是名副其实的红尘 红色文化街已经成为海丰最火爆的一道亮丽风景舰 在这边红色一条街这里 旁边就是年货一条街 我们过去逛一逛 那整条街都是卖糖果啊 瓜子啊 各种种类都有 这里就是海丰红宫红厂红色文化街 我是一游记的俊古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